五年级课堂上,老师正给学生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。 老师问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大家懂了吗? 一个学生举手道,老师,提个问题可以吗? 老师说,请讲。 学生说,与冰冻三尺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吗? 老师说,可以。 学生说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 那冰冻几尺是一日之寒呢? 本人是幼儿园老师,今天搬上一个小屁孩,中午不肯睡觉,在床上分跟斗。 结果把发的苹果掉到了床下尿尿的弹鱼里。 我在那偷看他怎么办,只见他把苹果捞上来, 跑到我跟前,很无辜地说,老师,给我啃啃皮。 还是shoト的未来。 偿长洞。 你一定会 Clara卸会公开。 你我不会过来。 我们要努力。